有生命故事的声音 能改变生命的 能拯救生命的 翻天覆地的生命 二无反顾的生命 以声音 讲出的生命故事 源源不存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穿梭圣经内 主已发声 以真理生活 就上择路 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 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 更加明白神的话语 成为一个真行并且全人神话语的人 上一次节目时间 我们查考分享了 《彼得前书》一章二节的内容 我们先来重温 《彼得前书》一章二节说 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简选 借着圣灵 得成圣结 以致信服耶稣基督 又蒙他血所撒的人 愿因为平安多多地 加给你们 先见 就是暗示在创世之前 圣徒就已经蒙神 特别的爱和简选 彼得强调 他们是被父神所简选 藉此来鼓励读者 从前只有以色列人 才可以清自几系神的选民 但是藉着基督所有信徒 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 都成为属神的人 我们得拯救蒙眷顾 是倚靠全能神的联敏和简选 并没有任何患难或者迫白 可以夺走神赐给我们的荣生 彼得提到三位一体的圣父 圣子和圣灵 根据以弗所书一章四节 罗马书五章六到十节 同贴纱罗尼加后书二章十三节的记载 父神在创立世界以前 已经简选了我们 圣子在我们仍是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 而圣灵就使我们得着救恩的福分 分别我们为圣 结证我们去侍奉神 三位一体都参与了救赎的工作 我要再重复一次 彼得前书一章二节 是涵盖了三位一体的三个位格 照护神的先见被简选 这个是神的计划 而我们是借着圣灵 得胜圣结 神保守我们这些蒙耶稣 基督补血所耍的人 基督亲自信服父神的计划 死在十字架上 或者你心中有疑问 怎样知道你是蒙神所拣选的 有一位学者 他将人分成两大类 一类是凡愿意的 另一类是凡不愿意的 只要做一个小小的试验 你就可以知道自己属于哪一类 你是否已经顺服了神呢 基督是不是真是你的救主 如果基督是你生命的主宰 你就要爱他 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 主耶稣说 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到底你有没有假借神的名字 来为所欲为呢 或你真心愿意顺服神的旨意 如果你是属于神的 那你就会顺服神的旨意 你就是蒙神所拣选 那些人经常会回避 耶稣基督的补血 甚至连基本教义派 都会对这个议题 是保持沉默的 只要基督的补血 还在主耶稣身体里面流动 这样对我们就毫无拯救的功效 亦无得救的价值 但是当耶稣基督 撒下他的补血 他就为我们写命 人体是需要血的 主耶稣撒出自己的补血 好让我们能够得到生命 比特写信的对象是在犹太教义当中 长大的犹太人 现在他们是流亡在外 住在小亚细亚的犹太基督徒 他们都通晓旧约圣经 知道大祭司在负罪日要带着祭物的血 去进入智圣所 和将血在私恩宝座上撒七次 所代表的意义 现在主耶稣基督用自己的补血 来到神的宝座前 这一个是我们以有罪之身 来承受审判的宝座 不过耶稣却将自己的补血 洒了在宝座上 主耶稣为我们父代价而死 现在审判的宝座 就成为私恩的宝座 使得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 来领受救恩 除非我们将基督补血的意义 讲得清清楚楚 否则我们就没有传达到 一个传备的福音 那有可能会令你觉得不舒服 十字架之所以令人不自在 是因为基督在那里流出他的宝血 这个场面当然不会是赏心悦目的 但是你和我的罪 本来就不是什么美丽的事情 基督必须为我们丑恶的罪而死 接着我们要再看一个关键的字眼 因为加给你们 三位一体神的作为 令到我们靠恩典而得救 神要我们知道基督为我们而死 而圣灵就住在我们心中 使我们能够行善 彼得说 愿因为平安多多地加给你们 如果不是靠着神的恩典 你不可能经历到神的平安 如果你不相信基督为你的罪流出宝血 那么你的心就不会有平安 你不需要告诉我 你没有平安 因为唯有你才知道 自己的罪已经得到赦免 平安 喜乐 得够的确据 才会随之而来 西门彼得 他不是单单说出一些神学理论 这位饱经风伤的愚夫 他深深知道基督补血所带来的恩惠和平安 因为主耶稣曾经亲自教导过他 也因为他亲眼目睹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 亲眼见到主耶稣被埋葬 亲眼见到主耶稣基督的复活 原本悠悠寡断 胸无大致 愁处不前的这个愚夫 现在他成为了一个坚固有余盆石的人 他在五秦节那一日 放胆全港基督的受死和复活 他也可以坦然无惧地去坐牢 受迫害 写出我们现在所读的书信 最后又为福音 上十字架而殉道 我们细心研读彼得前书一章二节的经文之后 相信你也一定同意 彼得绝对不是一个没有知识的愚夫 他在这里谈论简选 神的预定 命定等等 这些重要的教议 这些深奥的观念 其实都是属于神的 世界上没有任何人 能够清楚去解释这些的教议 我们所面对的 是一位无限的 全知又全能的神 神的预定 就显示人一切的囚算 神都已经知道 而神清楚 他自己要做什么 我们称之为命定 我再向各位来到去分享一下 系统神学这本书里面的一段论述 是这样讲的 神的预定 就是神定义要成就的事 这样看来 世上所发生的一切事 从最小的到最大的 都是按照神全权的旨意 神所设定的命定 按次序而发生 这样看来 神的预定和命定 是有紧密的关系 因此神的预定 和神的全知 应当有所区别 神的全知 涵盖了过去 现在和未来 而神的预定 就只是针对未来 在这里我想再讲一次 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位无限的神 而你和我所有的 不过是渺小有限的知识 有人说过给我听 一个人的脑袋 如果有八磅 就已经是很重的了 我实在不相信 一个八磅重的脑袋 能够看透这位掌管万有 无限的神 既然神是全知的 那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 和可能发生的事情 祂都清清楚楚 因此我就要信靠祂 是永远的信靠祂 跟着我们继续研读查考 彼得前书一章三到五节的内容 彼得前书一章三节说 在原文这句说话的 第一个字是有福了 和灯山部分当中的有福了 是不同的 我们中文翻译做 愿重赞 在新约 重赞其实不是针对人 神不必重赞人 相反是人要重赞神 这一位天父 今天我们经常看到 有些父亲 称赞自己的儿子 但是就很少听到 儿子会称赞父亲 不过在信仰当中 我们必须要重赞 这一位在天上的父神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他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天父 主耶稣和父神 有很独特的关系 根据约翰福音20章17节记载 主耶稣在复活的主日祖上 对末大拉的玛利亚说 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 也是你们的父 见我的神 也是你们的神 神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天父 这是三位一体当中的位格 而他们的地位是平等的 不过就好像彼得在这节经文所说 除非祂重生了我们 否则我们是没有资格称祂为父 重生是圣灵在我们里面 所进行的更新的工作 祂重生了我们 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 你和我都有一个活泼盼望 这个盼望是根据耶稣基督 从死里复活而来的 而这里又进一步提到圣灵 神的圣灵使耶稣基督 从死里复活 这里是赞美三位一体真神的众歌 也是我们的礼赞 因为我们已经重生 正如彼得前书一章23节所说 你们蒙了重生 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 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 是借着神活泼常传的道 注意 这个活泼常传的道 是根据耶稣基督的补血 一个没有血液 在身体里流动的身体 它就是一具尸体 而一个活人 一定有鲜血在身体里来回流动 你和我今天能够有活泼的盼望 是因为基督为我们流出他的补血 他受死 是为着让我们得以存活 因为他为我们担当刑罚 使我们能够借耶稣基督 从死里复活 重生了我们 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 彼得一再强调基督的复活 彼得在五旬节 那篇重要的信息当中 主题就是基督的复活 也是整卷彼得前书 要传达的信息的中心 其实彼得的意思是 今天你们眼见这一切奇迹 都是因为被你们钉死 在十字架上的耶稣 已经从死里复活 彼得所写的这些书信 都是扎根于基督的复活 保罗也是这样的 保罗告诉我们 主耶稣为我们的过犯降世 为我们的罪孽而死 他从死里复活 是要叫我们称义 好让我们能够在基督里 成为神的乙女 能够来到神的面前 他不但除去我们的罪 更加以他的公义来覆避我们 使我们可以披戴着耶稣基督的公义 来到父神的面前 彼得表明神令信徒重生 去参与神自己的荣耀 他曾照自己的大年 吻植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重生了额末 这一句就暗示 信徒得救是必须依靠神的恩典 靠自己的能力 是绝对不可能得到救赎 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 这就是指导信徒的盼望 而这一份盼望是来自耶稣基督 和真神的话语 因为生命就在神里面 所以神能够赐予我们生命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 勸勉交道为念 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 穿越圣经 比特讲述了过去 神为我们成就的事情之后 现在他就要讲到 关于未来的事 比特前书一章四节 可以得着 不能扭坏 不能颠污 不能衰残 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 不能扭坏 不能颠污 不能衰残的基业 就具体讲述了 活泼的盼望 并且明确地显示出 信徒继承基业的性质 这份基业 将要在基督再来之后 在新天新地赐给我们 在这里我们可以明白到 以下两点的教训 第一 追求世俗的荣耀是虚募的 第二 切切盼望神的国度 才能够战胜世俗的情欲 不能扭坏 就是表示 不会坏 不会生瘦 不会重铸 是百毒不侵 烈火都不能够烧走 不能颠污 就是指到 不会被污染 不会腐化 我们是不会用 不合法的手段 去承受基业的 不能衰残 就是指出 我们不会在承受 这份基业之后 发觉它竟然是毫无价值 不会这样的 今天的股票市场下 有些股票前一刻 还是价值连成 但是转眼之间 就会成为一堆废子 不过神赐的基业 不是这样的 它是不能衰残 为你们存留在天上 这句的存留 就是指出被保护的意思 圣父 圣子 圣灵 会为我们保管着这份产业 比起世上任何保险商 都更加安全 我听说 一个人 他被列在一位 庄园主人的遗族当中 是可以继承这个庄园 但是 就在庄园主人去世的那一晚 一场大火 将整个庄园化成灰准 而且这个庄园 是没有买到保险的 原本应该归它继承的 美丽庄园 转眼间就化为户友 亲爱的听众朋友 身为基督徒 我们所承受的 是不会扭坏的基业 这些是我们 冲心期待的一件美事 当被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 他心中所挂念的 就是那些恩着信仰 而受试炼 被迫害的犹太基督徒 如果我们紧记这一点 我们就更加能够 体会到这节经文的意思 当时的犹太基督徒 被逼离乡别井 留下原本属于他们的残业 神曾经拯救他们的祖先出埃及 期待到达应许之地的盼望 就一直支撑着他们 在旷野飘流的岁月 他们清纵神是创造万有的主 是那位带领他们出埃及的救赎主 事实上彼得所写的书信的对象 同时是包括你包括我 我们都要清重神 祂是道成肉身的神子 主耶稣基督的父 神是创始的 是救赎灵魂的源头 还赐给我们活泼的盼望 一个永远不会落空的盼望 直升令更新我们 不单止这样 祂还为我们存留一份在天上的基业 这份基业 不会扭坏 不会衰残 受的亦不能从我们手中夺去 有人创作诗歌 去描绘这份产业 在第四到第五节 张神的救恩工作 在将来的那种情况 是描述了出来的 我们重生之后 就有一个坚定的盼望 就是可以得到 存留在天上的基业 这份基业 包括信徒将来在天上 可以永享的一切 以及透过基督 而会得到的一切 而这份产业 是不能扭坏 不能玷污 不能衰产 在这里我们要留意当中 三点的信息 第一 不能扭坏 是指这份产业 永远不会被侵蚀 亦不会破裂或者腐败 是保证它得以长存 第二 不能玷污 是指这份产业本身是完美 它的纯正 不会因为任何瑕疵而减损 是永远不会受到罪所污染 第三 不能衰产 指这份产业的价值 荣耀和美丽 永远都不会遭受贬损 是力久上身 看回世上的产业 全部都是变化不定 有时候产业的价值 会因为市价下跌而大减 有时围组里面 没有提及到的人 竟然又可以成功要求 分到一杯羹 有时因为法律程序的问题 本来的受益人 会失去他应该承受的产业 但是 神所切的产业 却永远不会因为时间而改变 信徒的所有权 不会有任何漏洞 神为到他的儿女 将这份产业 是收藏在天上的保险库里面的 彼得前书一章五节记载 你门者恩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 便能得着所预备 到末世要显然的救恩 蒙神保守 表明直到他的子女 得蒙完全的救赎 神是一直在信徒里面来到动工的 神不但看管基督徒要得的基业 还保守每一个属他的子民 使他们最终可以得基业 在人世间身为后治的 可能在未分得产业之前 就已经去世 但是保守信徒属天机业的恩典 却可以一直保守着我们 让我们最终都能享受产业 神所简选的百姓 没有一个是会失落的 那些在创世之前就蒙简选的 在今世的适当时候得着拯救 并得蒙保守 可以进入将来的荣幸当中 在基督里面的信徒 能够得到永远的保守 但是在这个永恒的保守当中 除了有神的心力 也都有人的参与 我们都是蒙神能力所保守 这个是神的努力 但也都是恩着我们所摆上的信心 信心就是代表了人的参与 当然了 那并不表示 唯有靠人去使用信心 他才可以得救 人有真正的信 那么他的信心 就会继续维持 令人得救的信心 总是有恒常持久的特质 神的儿女 那是蒙神能力所保守的人 必定能够得到所预备 到末世显然的救恩 这个是将来要成就的救恩 一般认为救恩工作 是包括有三个事态 第一个事态 在基督徒开始相信救主的那一刻 他就从罪的惩罚当中得到拯救 第二个事态 让救主在基督徒里面来到去活着 这个基督徒就每天都经历拯救 得以脱离罪的权势 第三个事态 是被提的时候 基督徒会被拯救脱离罪恶 基督徒的身体 是会改变成为荣美的身体 并且永远脱离罪恶 疾病和死亡 是将来要成就的救恩 也都包括了 圣徒和基督一切 重临地上 清楚显明是神的儿女 约翰一书三章二节说 亲爱的弟兄 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 将来如何还未显明 但我们知道 主要显现 我们必要像他 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 蒙神能力保守的人 这句强调神保守的大能 保守是这句当中最美妙的字眼 恩信蒙神能力保守 传说有一个生性折剑的人 他的遗言就触托 他的墓碑只能够刻上蒙保守 这三个字而已 我认为这句是最了不起的墓碑文字 这恩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 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 要显现的救恩 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一章六节都说 同样的说话 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 善功的必成全者功 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 听众朋友 你相信神能够保守你吗 我对于那些常常强调要靠肉体服侍的论调 真的觉得很厌烦 有人不断灌输一种观念 他说只要遵循一套法则 就能够成为一个 全备的齐全的基督徒 我都很稀奇 难道散播这些信息的人 他已经到达出神入化的境界 他已经去到了 我们达不到的程度吗 他们经常问 你生命充实了没有 你满足了没有 我的回答是 没有 我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向着标杆直跑 要得神在基督耶稣女 从上面照我来得的掌赏 所以我是一直都不满足的 而我的人生是还没充实的 其实我还要再加上一句 充满强烈语气的说话 或者这样讲完之后 都会吓你一跳的 这句说话是 你靠自己是不能够活出基督徒的生命的 或者你会问 你真的这样想吗 是啊 我的确是这样想 我也都要挑战你 请你告诉我 圣经里面 有哪一节经文要求你 靠着自己 可以活出基督徒的生命的 神从来都没有这样说过 精明的讲解研习我们停在这里 下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再见 愿神慈福保守你 优优独播放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